去年11月自爆怀孕的郑希仪 1月20号跟好姐妹黄一问一起出席品牌活动 至今已经怀孕6个月的郑希仪 为了不让肚子看上去太过巨型 特意穿着一件咸红色的长外套和戴着一顶巨大的礼帽 她更顺便透露自己怀的是女婴 我很开心 然后就因为一直都很喜欢帮忙 甚至去打饭 然后呢现在已经特别紧待 就是常常会去逛街 就帮她买一些饰品啊 衣服啊 然后就帮她打饭 就会像一个十八点 我想应该是开刀吧 因为我觉得开刀好像比较爽快 对啊 不要麻烦到她 爽快一点 对因为日安产生就觉得好像 还是会挺害怕 以正希仪跟黄一问的关系 两人无论是谁生的小孩 应该都注定是要当对方的干妈 但是可能是黄一问出身大腹之家 又特别注重外表 因此正希仪的孩子 要认她当干妈 还不是那么简单 就看她 开妈 看她可不可爱 对看她可不可爱 其实我们都蛮喜欢小孩子 比较好看一些的 就不太好看她我就不会了 所以到看那个时候 她可不可爱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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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可爱的 像她 像她老公都可爱 因为她们两个都很美啊 黄一问啊黄一问 你这样还能不能好好的做姐妹了 盛川你好像也有喜了 你就不怕你孩子的长相 过不到正希仪那一关吗 真的吗 没有了其实还没 然后但是我的朋友 他们都有祝福我 这很像Yumiko 然后他也有送我一些 就是祝福我 快点有小孩的东西 对 然后 然后我那天看到 我都觉得很好笑 然后也看看吧 然后希望可能 她生了出来以后 两年吧 然后我再生一个弟弟 或者妹妹陪她那个玩吧 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